復活節的 港人北上的熱潮達到高峰 正是去羅湖福田 行街shopping 吃下東西 已經滿足不到他們了 深圳東南面的大鵬半島 近期都深受港人歡迎 有幾天的 不用趕着即刻來回 在這裡住一晚都是不錯的選擇 這裡的道間工 港客比例近期都上升不少 最高的時候 基本上復活節都訂滿了 比我們中國的 傳統節日的預定率還要高 其中集團旗下 這間叫南百姓島的希臘風道駕屋 九成預訂都是香港人 這裡面向大海 甚至看到東平州 趙峰說 港客佔比 由去年年初的7%到8% 急升到今年農曆新年的20% 集團有見及此 就在每家門店都增聘息粵語的員工 配合內地近年興起的管轄式服務 24小時照顧你的需求 它可以幫你解決 你在這個酒店裡面的一切的需求 幫你拿外賣 晚上幫你去買一個衛生巾 然後幫你照顧一下小孩 幫你拍照 還會指導你怎麼擺姿勢 所以你會感覺跟他交流得很親切 所以我想這方面一種親切感 可能是香港的酒店 也需要去可以跟內地學習的吧 sweeter 多幾個